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Kenji 这个时候你再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投融资到系列透过企业融资经历让你了解融资的诀窍 今天依然是Kenji来到节目当中 他是企投融资的联合创办人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GCFO咨询集团的创办人Jackie 我们先来介绍一些背景好了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大马证券委员会SC就发布的报告就指出说 股权众筹平台在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集资总额是翻倍的 那么这个数额是高达2亿2163万令吉 从2016年大马推出股权众筹之后 政府其实也是开始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像是定期拨款投资给受认证的这些ECF的平台 来鼓励中小型企业进行新形态的融资 是 而且近年来各大股权众筹平台日益的流行 那股权众筹也逐渐成为企业家们获得资金 拓展业务的融资选项 不过仍然有很多企业家非常的迷茫在于说 其实股权众筹只是听过也没有机会的深入去了解 甚至对于ECF股权众筹有着许多的疑问和担忧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GCF4咨询集团的创办人 Jacky 陈顺达为大家一一的解答股权众筹的疑惑 对 为大家来这个解解惑 其实Jacky她投身这个咨询界已经有15年的经验了 可以算得上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为数百家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 包括了像是股权规划 股权融资 企业转型的相关的服务 被称为是大马中小型企业的股权专家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 Kenji跟Jacky两位都是专家 欢迎你Jacky 哈喽 大家好 文杰好 Kenji好 是 今天一开始可能要先请Jacky来先分享一下 这个股权众筹的概念 它其实跟其他的众筹类型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其实这个股权众筹 它是我们讲的一种就是通过大众的投资 就是通过很多人的投资 把钱投在你的公司的一种融资模式 不要讲众筹先 先了解股权融资这回事先 就是说来一家企业 你可以发行你的公司的这个股票 去给投资者 然后投资在你的公司里面 所以一般上所谓的股权融资 可以是有一个投资者 然后当然我们讲的众筹的话 就是你是有很多的投资者的情况之下 投在你的公司 所以我做一个例子 就好像有一个投资者 投资你的公司500千 就是一个人投资500千 但是在众筹的模式当中 它就是以每一个人1000块 但是可能有500个人 投资你的公司 所以你拿到的那个融资的这个总额 一样也是500千 OK 但是它出来的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一个人投你500千 可能只有一个投资者认识你的公司 但是如果是500个人 每个人投你1000块 总额500千的话 你的公司就有500个人认识你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股权众筹的一个方法 但是其实这个众筹这个字眼 一般上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中 其实我们都会时常看到的 你会看到可能有一些小孩子 他们可能要进医院 然后做手术 其实都是通过大众的方法 我们叫做筹集这个资金 这个捐款来帮助它 其实那个concept是一样 只是说来 在股权众筹当中 它是一种商业上的一种融资模式 然后就可以让这些投资者 可以得到它的一些投资回报 可能是在一些股息 也有可能是这家公司 以后它有别的投资者来投它的时候 它卖掉它的股份 然后你们也可以赚到一些 股权的一些增值的一些收益 包括可能这间公司 以后它有机会上市 OK 你们拿到的那个收益会更大 这个就是在我们讲的 这个股权众筹里面的一些 好处 是 Kenji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基本上我就蛮认同 就是Jackie所说的 就是基本上一个人的力量 跟很多的力量是有分别的 虽然那个数额是一样 所以说来为什么这些年的话 股权众筹是非常的兴起 对 那其实我很好奇想要问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 有讲到嘛 就是股权众筹 其实去年的金额居然是这个翻倍的 那两位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就是说明或分析一下 为什么去年会突然间有这样子翻倍的成长 特别在疫情的期间还翻倍成长 可能我先做这个分享啦 OK 其实这个股权众筹 刚才有讲是从2016年 这是刚刚开始的 在前期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都不是很认识这个模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 它的那个boom 是在2019年的时候 开始你看到很多的项目 都是在众筹培台上面成功的融资 所以包括我们的公司 借到这个众筹的项目 也是每一年翻倍的这个增长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很多人开始认识 知道这个股权众筹 也是因为有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下 政府也很鼓励 这个是属于一个 alternative的一个financing OK 所以有政府的推广 有大众的一些支持 所以这个股权众筹是越多人认识 当然疫情之下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如果一般上可能没有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会把多余的钱 都是用在出国啊 resign啊 但是在疫情当中这两年 又没有出国又没有resign 可能他们觉得 要找一些东西投资 所以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 可能也只是在一个 两三percent的一个回报 但是在投资这个股权众筹的项目 有些它的项目的回报 可以去到整八到十个percent 所以对某些投资者 他们都往这些股权众筹的方法去投资 这个是可能一个趋势吧 了解 是 其实像Jackie刚才说的 就是再加上疫情的这个期间 大家都开始在学习说 到底怎么去开始股权融资 那股权投资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政策上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两年的话 就整个市场的氛围已经兴起了 就是大家都开始认识了 众筹 而且现在是大家在看 哪一个项目值得投 哪一个项目不值得投 就开始会去分析说 这个好像很有趣这样子 哪一个项目值得投 哪一个项目不值得投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也是要 回归到这一个 我觉得在资金面上面 或者是说在制定这个 股权架构设计的时候 这些细节其实我想可能也可以请 Jackie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在制定股权架构设计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一些核心的元素呢 OK好 所以我们会看的 就是说来 因为这个是叫做真正的一个股权融资 所以你会稀释你公司的一些股权给投资者 所以我们都在你们前期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设计好你的股权的架构 因为我们不想你们在第一次进行股权融资 或者是众筹的时候 你们公司大部分的股份已经稀释出去了 for example 我们公司的股份100%可能是现在你是拥有的 但是可能你因为做了第一次的融资 你稀释了30到40% 甚至我看过有些case他们不会设计的 甚至稀释超过50%的股份 这种可能对你未来你的公司的一些成长 你要去做IPO要上市的话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股权的设计当中 我给一个advice 可能在你第一次融资 是不要超过20%左右 因为在很多的一些案子当中 他们就会讲 这个融资方式好像很容易 他们就会融很多很多的资金 所以这个我都不太鼓励了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帮他们去计算 在你的coming的这个12个月里面 将会用到多少的资金 我们融我们所需的资金就好了 我们不要融超过 因为一旦你融超过来讲 你的股份就会稀释的太多 但是这个架构的部分 会不会有哪一些是可能对投资者 或是对大众来说是比较吸引的 有没有哪一种的设计方式 能够让大家最快的认可 有 我们设计这个股权架构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根据 那个项目的一些 它的未来的发展 跟它的一些未来的现金流的一些情况 市场上我们看到 现在他们融资 他们会比较喜欢的一种股份的设计 叫做优先股 优先股就是preference share preference share意思 它其实属于一种投资 但是它是有限定的时间之内 这家公司它必须要数回这个股份 然后同时间 它会有一个fixed dividend给你 一个fixed的股息 所以很多的投资者会 拿这样子的投资 来跟这个银行的FT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投资产品去看 其实这样子的投资是还蛮好 而且在我们设计在整个的融资过程当中 我们每次都跟大家公司讲 除了就是你要投资者投资你钱之外 你给他们利息 我们觉得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产品的一些woucher 或者是可能你可以让你的顾客 来到你的店去试下你的产品 然后从中他也可以帮你做一些推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融资只是得到钱 但是你通过众筹的模式 你除了得到钱之外 你也可以得到营销的效应 这样子的话是win-win的一个situation 是 那刚才Jackie有讲的优先股 其实现在是蛮长 就是offers吧 这些想要融资的企业 那其实主要我们讲回到企业 就是有普通股跟优先股这两个 那可能要不要Jackie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普通股跟优先股 最大的区别是在什么 OK 我大概touch了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preference 优先股 所以在优先股的角色之下 就是它几个比较common的概念 就是说它有一个fix term你要数回的 然后有fix的这个dividend rate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preference share 优先股的做法 然后因为我们会看某些项目 有些项目他们是属于很初创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现金流 在未来的几年之下 是不能数回这个股份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advise 你就要给出你公司最贵的 就是叫做ordinary share 普通股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你必须要稀释你公司的股份 可能100%的话 你稀释了20% 你自己就剩下80%了 在优先股的情况之下 你有100% 你发放这个优先股 你还是100%的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 但是它就有那个数回的 那个commitment在那边 所以我们必须要计算到它 未来的这几年的生意 有没有能力数回 我们才让它做这个 优先股的这个股权发放 不然的话都会用回普通股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股权融资 里面要注意的一些 股权架构的一些设计 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一些case 他们现金流是不足的 但是他们也 硬硬的去发放这个优先股 我觉得这种是不鼓励 在这些的架构的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 是要特别注意的地雷的 或者是你可能有些 哪一些的案例 可能在设计的时候设计不良 最后遭致到一些 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当然我们都会一直跟 我们的一些顾客 他们正要进行股权融资 或者是股权众筹的一些项目当中 我们都会跟他们讲 你们前期的这个股权架构的设计 很多时候不是在他们 要融资的时候设计错误 是在他们公司一开始 做生意的时候已经设计错误了 所以通常设计错误是在哪一方面呢 一般上都是评股的模式 评股是好像两个股东 大家都是5050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们的股份就是好像 没有一个人去真正的主导 或者是三个人的话 就是评分股份333这样子去走 所以变成在这样子的评股模式之下 一般上的投资者 他们都不会很想去投资的 因为他知道这间公司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我们讲的控制人 所以这种是在设计股权前期的 一些地雷是尽量要避免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在初创企业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在公司在前期的时候 股权不是很值钱吗 他们就会很喜欢 就是把股权免费的送给一些 可能是一些初期的员工 可能一些是帮你做一些服务的 一些consulting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股权架构的 那种分布是很散的 可能已经是有 十多个股东在里面了 然后但是每个人持股的 就是可能十多% 二十% 就变成那个股份是过于的分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者都不会是 很喜欢投资这样子的公司的 所以要很注意这些点 那有没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办法 就比如说 他的公司就已经是这样子 他可能就是只有两个股东 然后都是各占50% 或者是像您刚才所说的 他的本来的股份就不是 他的里头的架构 就已经不是那么吸引人了 那有办法去做一些改变吗 当然是有办法做一些改变的 所以因为 其实在这种评估的情况之下 我是随便给股份 给一些早期的一些资源提供者 这些都是很common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股权融资 或者是众手支枪 我们会帮他 restructure他的一些公司的股份 其实我们会跟他讲 你们公司的股份 是否有这个调整的制度 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会跟他讲 调整制度是在那里 所以可能包括来未来的时候 就是那个负责人CEO 他成功做到什么KPI的时候 那个股份会拨给他多一点 这样子的一些调整制度 要有在那边 如果你的股份 是已经在前进fix好了 然后过后又没有把这个调整的制度 给放进去的话 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问题了 是 那刚才Jacky有说到 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初创的企业 然后当然我们一些成长型的企业 跟稳定的企业 那当然想说就是问Jacky 就是是不是在各个阶段的股权设计 都会有不同 可能一些是准备IPO了 那他的股权架构设计 又可能又会不一样 当然会 因为在企业的发展 我们就有分 你是可能是在出装期 然后你的这个成长期 或者是你是到最后的 已经是成熟期 是可能你要去接近了这个IPO的 所以在每个阶段当中 你找到的投资者都会不一样的 可能属于在出创期的时候 你找到的投资者 可能是一些 我们叫做天使投资人 Angel Investor 或者是一些 你的一些朋友 Priorate Investor 通过众筹的模式来投你的 所以在前期那方面呢 他们对你的公司的那个 expectation 不会讲很高 所以你在设计你的股权架构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要太过 aggressive的去调整你的这个架构 要比fair to这个投资者 所以也不要把你们的 估值喊得太高 不然的话 你们再进入下一段 去找我们讲的这个风险投资 包括你的一些私募基金 来进场投你的时候 是你的股资太高 他们进不到场 所以你们的股权架构 如果是去到这个 VC或者是PE的时候 很大可能 他们都是以这个 ordinary share来投资的 就不会用preference share了 因为在ordinary share 他们才会有最大的 那个股权增值权嘛 所以他们都会往这IPO的路线去走 然后如果你是到成熟期了的 你就要很注意 你的下一步 距离IPO可能只有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你的股权架构方面 你也不要随便的 就是说来释放给其他的人 所以必须你们在做 整个的股权架构设计之前 如果可以的话 去咨询你的这个accountant 或者是CFO 然后拿到更清楚的资讯 才去设计 其实我们现在在坊间 有听到一些的看法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迷思吧 有人会认为说 股权众筹就是给那些 资金周转不来的公司 去融资的一个方法 那也有人认为说 可能公司知名度不高 就算不要融资 那可能只是借着这个方式来 提高知名度 我是不觉得提高知名度 有什么不对啦 但是大家很像把它看成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股权众筹 是不是真的只是 给资金周转不零的 这些企业来做从募资金 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吗 OK 我会这样子去看 整个的所谓的 这个融资的这个事项 OK 如果你将你的公司 是属于公司 周转不零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你很难 去拿到这个股权融资 你很难拿到 投资者资金的 为什么呢 你的公司周转不零的话 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可能你的本身的 生意模式有问题 你做的行业 是在可能是在西洋行业当中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投资者也不会太投你太多钱 所以就算你去融资的话 拿到资金也不多 投资者他们投你的项目 都是你的公司 在未来三到五年中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的 所以他们会看到你的未来 它在投你 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 你说你的公司是发展中的 一些公司 然后未来很大的 所以这种公司 我不会归纳他们成为是一个周转不零的公司 他们只是一个初创企业 他们需要投资者来支撑 把他的企业做得更大 所以这种情况就OK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来找我们 讲 Jackie你可以帮我融资吗 帮我找钱 通常我都会问他 你遇到真的是什么问题 是真的是周转不零 OK 所以你讲周转不零 我们就开始留意你生意模式 真的是不行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也不advise他去去拿投资的 而且因为他只会把那个洞 就是越挖得越深 跌得越痛 是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众筹基本上就是会公布你的财务报保 你的业务 还有你的商业模式 全部的就是一丝不管的 就是透光光跟大众透露 那这当中其实会不会带来 就是商业模式的潮汐 或者失去隐私 那Jackie可不可以分享说 其实你们在咨询 想要融资的企业方面 就是说对于隐私或者商业机密这一块 你们是怎样去做一个壁垒这样子 OK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问过这个问题的 OK 包括来 其实你看很多人 他们要去上市 要去IPO的时候 也是同样 他们都必须是要 所谓的就是讲 就是拖光光 就是说来 让人家来access你的公司里面的企业的东西 当然在某个角度当中 其实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些 所谓的dual diligence 进制调查的话 也是针对你公司的这些 SSM record 财务报告 这些东西有没有做好 所以我们会去看的 就终止在这一方面的东西 至于你的公司的track secret 其实我们是不会公布的 但是你很多人讲 你的生意模式会打开给人家看 这个是肯定 因为生意模式 你也必须要让你的投资者知道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之前我有听过一个 我的一个学员讲过一句话 他们也是问他 你每次在台商 一直宣传你的项目 宣传你的项目 你不怕人家抄袭吗 然后他就讲过一句话 就说 我不怕人家抄袭 我是怕人家看不懂 就是说你的项目 被人家看不懂 你的那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 就是你连投资者 要投你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不要怕被抄袭 因为抄袭的东西 都是还是会有的 但是你做你的企业 你本身的一些track secret 其实不需要在这个 众手平台上面大幅度的公开 是没有这个需求 了解 我们的实习生他非常认真 在访问之前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他也做了一些调查 他说听说你在你服务的 这些实际案例当中 有很多都获得政府的资助 所以也想要今天请你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政府他在招募的这些企业 有没有哪一些类别 是政府特别偏爱的 是科技股吗 金融类吗 OK 所以我们讲在政府的推广之下 在这个alternative financing 这个推广之下 其实政府他成立了一个 Fund叫做 Malaysia Core Investment Fund MySIF 所以政府在这几年拨款 每年都有一个几千万的拨款 在这个Fund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跟头模式 只要你在这个众筹平台 成功的融资 打个比例 你融资到100万 它会match你一个25% 就是它会跟头250千 所以你总融资的金额 会变成是125万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 他们在做着的一些项目 OK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2019年 为什么一下子 很多项目都来进行融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政府是给一个 50%的matching investment 就是说你融到100万 它投你500千 所以在这样子的 这个政府的大福利的支持之下 很多人都会通过 这个众筹模式去融资 当然最近政府那边也是有讲了 因为现在一般上 政府的跟头都是25% 如果你是agriculture的 这个项目 农业的 OK 你可以拿到50%的matching investment 就是说你融到100万 你就拿到500千的这个投资 所以这些都是政府的大力的推广 是 政府很像也不是只是看 哪一个行业或哪个类别 反而是看说 公司它本身有没有这个潜能 是 所以其实在政府的角度之下 它都接受每个行业来进行融资 但是在agriculture当中 是特别的被注重 了解 它提高matching的match 所以我是说来 其实大家不要管你是什么行业 你如果有好的点资 你的公司是有好的idea OK 你再找投资者 进来投资你的话 可以通过众筹模式 众筹模式是什么 除了得到资金 你还可以得到市场 这个是在其他的融资模式上 很难给到你这样子的东西 了解 看来我以后退休 想要去当农夫的心愿 这个选择可能有点希望 是 对 因为这个也是刚刚上个月才announce的 就是最新的这个 而且这里也补充一下 就是每个人可以 每一家公司在卖siff的话 最多可以拿到100万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融1000万的话 你还是拿100万 OK 就是它的matching 最多一间公司是100万 是 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 其实相信很多企业家 可能对股权做手 都非常有兴趣了吧 对 像Isaac都本身想要去 从事农业是吗 去到农夫去务农 去务农 那其实想要进行股权 种手的话 Jackie老师会有什么建议 其实如何踏出这个第一步呢 OK 你踏出第一步呢 其实我会比较这样子advice OK 就好像说 你公司想要上市 你首先 你必须是要买个股票先 OK 如果你的公司 你想进行这个股权种手 我想你们去体验一下 做一个小额的投资 在股权种手当中 其实它的投资金额 可能是几百块就可以投资了的 所以你先花一个几百块去投资 了解了整个投资的这个过程了 然后你成为了一个投资者了 过后 你明白了 过后啊 你才去进行这个股权的众筹 OK 所以在进行这个股权种筹的这个时候啊 你们可能就可以直接的去对接这个股权种筹的平台 或者也可以来找你们的accountant 甚至你们也可以来找我 就是我可以先把你们的这个项目先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分析 然后看一下你的这个项目 在整个的股权种手当中是否会成功 因为有些案子 OK 我们是不鼓励他们做这个股权种手的 为什么呢 可能它的这个项目是很少顾客的 OK 好像打个比例 就是for construction建筑业 你serve的顾客可能只有几个人 so你的这个项目 你要进行这个股权 种手来讲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如果你做的一些生意是属于可能 你有很多的一些顾客群的 你有很多的一些supplier的 这样子的话 你去进行这个股权种手的时候 他们会来支持你 所以我们会先分析你的项目成功率是否高跟低 然后我们才帮你进行下一步的东西 OK 是 那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十家种手平台嘛 那有这么多的平台 那其实Jackie会怎么样看待 就是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应该如何选择呢 OK 首先我们讲的这个十家平台 都必须是由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证券委员会所受承认的平台 你们千万不要去一些平台是没有受认真的 因为没有受认真的话就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你成功融资也没有特别的这个 这个matching investment 所以在选择这个十家平台的时候 我通常我会以你的项目为主 你一项找哪一类型的投资者 因为有些平台他们的投资者是属于retail based的 就是说他们会很多这些小额投资的金额 就是说会有很多人进场的 有些平台呢 他们是属于是比较多一些大型的投资者的 好像之前我们有个项目是做这个线上的这个优额交财的一些一个平台的 so他去到那个平台当中他一找就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投资他270千 所以这种就是他要找的投资者 ok so有一些他们的项目 ok 他们是做一些可能一些B2C的 然后就需要很多retail的investor的 所以你就要找其他的平台比较多retailinvestor的 或者是讲你是要找一些可能是国际性的一些平台 也是可以 因为有些 他讲 可以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平台 他这样要跟Grab做过的一些平台 当时有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介绍 所以你们如果是有这个问题可以来询问我们 之后我们可以帮你advise哪一个平台比较适合你们 了解 那么如果对于投资人来说 因为我跟Kenji做了这几集节目下来 其实我也是觉得想要进去试试看投资 那对于投资人来说是应该选平台呢 还是选择说其实应该目标是放在公司 自己喜欢哪家公司就去投他而不是在选平台 其实你们不用去质疑这个平台的一些公信力 因为大家都是受这个Security Commission所认证的 所以公信力是不用去质疑 所以不需要特地去选平台 所以我比较想跟投资者讲 你们应该要想一个项目 你是喜欢的 你觉得它是很有前途的 然后你看到创办人的整个的录影了过后 它的presentation了过后 你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你就投这个项目就好了 当然投资之前我也是要跟大家讲 投资就是不要一下子把大额的金额投进去 因为你一定要分散投资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的 可以先试一下 不需要大额投资 就好像你们去买上次公司的股票这样子 不可能你第一次买就买几十万这样子 可能你就先试一下整个的过程当中 然后试投了过后 你去看这个项目 他们是怎样跟你update他们的成长的 因为投资股权众筹 它的一些跟上市公司的分别就很不一样 因为上市公司的分别 他们都有一定的制度 就是每个quartter会报告他们的业绩 但是在投资股权众筹的一些项目 他们的一些update 就是不一定是每个quartter 但是他们可能是每个星期 甚至那个创办人 他就可能通过一个telegram 比如说一个whatsapp group这样子 他就会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们做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是另外的一种体验跟感觉的 就好像你也在参与着那个生意这样子 他会比较贴切一点 其实还是回到这个理财的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你忌惮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对 而且其实也是蛮有趣 可以看很多项目 而且很多新的点子的这个部分 那可能到最后 可能Jacky可以我们总结一下吗 其实你协助过这样多家公司成功的去众筹 那其实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那想要去众筹的话 可能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忠告这样子 成功众筹的项目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了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改题 就是说来 你要去众筹的时候 首先老板你不能害羞 这个很重要 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中小型企业 他们是很怕站出去了 去跟人家去拿钱的 所以在这边 我要跟每一个老板这边讲一讲 就是说不用害羞 因为我不是叫你们去跟人家借钱 你们这一次是什么 你们是把你公司的股份 公开的让他们来投资 这个是你去跟人家借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感觉到是很proud 很自豪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公司有能力 可以去打开 让投资者来投资你 不是每一间公司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老板你在这个心态中 如果你是可以做到的话 你的成功率就很大了 反正我看过很多的一些 一些企业家的老板 就是他到最后还讲 哎呦我不好意思 这样子其实你就不太过适合 股权众筹了 更加你以后也不太适合去上市 因为你公司要上市 你就是要出来见人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股权众筹的 这个融资模式 其实是让你的公司先体验一下 怎样的去对解跟接触这些投资者 这个是对你的公司 未来的成长以后你要去上市 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面对资本市场 我觉得老板们勇敢一点 在勇敢之余 也要训练一下自己的口才 训练完口才之后 来我们节目里面 来跟我们谈 来告诉我们说 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Jack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获益良多 谢谢你 好 谢谢杰 谢谢Kenji 开门建商 投融之道系列 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BFM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 星期二到星期四 每天准时更新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 都欢迎你私信 到财经的联署专页 开门建商 我们下次见